浮雲愛和江紅傑去年7月宣布離婚後 女方已經長達一年半沒有到台灣 日前她悄悄抵台 並將其中一位家人帶回日本 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日媒也在她所住的豪宅外面 聽見疑似家人和小愛的新男友橫冰男 開心玩水的聲音 雙方似乎相處得很融洽 同時也有路人捕捉到 浮雲愛帶家人去迪士尼玩的畫面 不過近日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浮雲愛秘密帶著小家人和男友 一起去了新加坡旅遊 不僅沒有先和江紅傑報備行程 台灣家人的健康還出了狀況 浮雲愛帶家人返回日本後 家人可能是因為旅途勞累 又或是在外地不適應環境 導致身體不舒服緊急送醫治療 月媒也捕捉到她神情慌張的模樣 所幸三小時後家人就返家休息 而江紅傑得知家人生病後 氣急敗壞的想前往日本 但在辦理簽證時卻是狀況連連 所屬的華言國際表示 因為對方未提供所需資料 所以沒辦法順利前往日本 目前已經交由律師處理 希望對方配合當時的約定 由於一個月聯絡不上家人 所以也不知道家人生病 而之前江紅傑也曾在網上 意有所指的寫下 無法理解力不從心 但還是要勇敢面對處理 相信一切都會順利 語氣中透露滿滿無奈 雙方的隔空交戰及溝通 似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進行